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十大名寺之一 龙兴寺的摩尼殿是主要建筑之一 始建于公元1052年 是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原装宋代官式建筑 结构与宋代营造法式相近 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大殿面阔期间 近身期间 平面是十字布局 四面出爆煞 内部有两圈内柱撑起 柱子用料硕大 雄伟壮丽 大殿中素有一佛二弟子 四周围墙会有佛教故事壁画 背壁后面素有五彩观音像 高3.4米 翘着脚 面容秀丽 被称为现存最美观音 这种姿势的翘脚观音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 反映出本土化的审美 这尊观音塑像是明代嘉靖年间重做的 距今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龙兴寺大佛阁内的牵手观音高19米 也是赵光阴赤令剑道的 周身原本有42只手臂 每个手上都拿着不同的法器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 大部分铜制手臂全都掉落了 后人在重修时改为木质 他的全身是由上下七部分分别胶筑 然后组装起来的 这反映出宋代高超的冶炼工艺 北宋时期 正定处于宋寮边境地带 宋寮合议签署后 这里百年无战事 两国分别以修筑大型建筑的办法来比拼文化点数